证件广播 中共操控媒体 微信诸恶文乐 悉尼陈锋报报道 2020年12月17日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在调查的24家中文媒体里 至少有4家澳洲中文媒体公司与中共有经济联系 17家公司与北京的统战部门有关 该报告特别强调 微信在协同中共控制媒体方面的作用 报告提及 中共已经影响了媒体环境本身 创造了一个对它有利的扭曲的竞争环境 此外 由腾讯创建的微信 正在推动澳洲中文媒体有史以来最重大最有害的变化 报告作者表示 中共对中文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翻译英文时会筛去不利中共的内容 且微信透过鼓励这些媒体注册公众号 进一步扩大此等影响 通过微信发布的内容都要经过中共审查 该报告呼吁澳洲政府 应该对微信和对美国社交媒体公司采用同样的标准 并修改法律以提高媒体外国所有权的透明度 政府高层人士向悉尼《陈锋报》承认 澳洲政府必须加大力度 以对抗中共统战部门对澳洲中文媒体的影响 媒体是公认拥有第四权的无冕王 是反映舆情的平台 向外界传递真实讯息是媒体的责任与天职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能拥有言论自由 但在专制极权的中国 中共一贯钳制人民思想扼杀言论自由 多年来 红色魔爪伸向海外主流媒体 使其违背新闻专业与伦理 企图操控国际舆论的阴谋昭然若揭 让人感叹与忧心的是 多数人并不知情况如此严峻 2009年1月中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对外宣传 认为对海外中文媒体的渗透操纵 已经取得成效 并决定从该年开始 要花费巨资与人力渗透西方主流媒体 以铺垫中共的各类大外宣 其后 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自我审查 经常隐匿真相 与不遇登载揭露中共各种恶行的报道 等同推波驻流 驻咒为虐 2020年9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该意见称 要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 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中共整合了网络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 与微信 抖音等新媒体 以所谓融媒体的方式 大量散布官方宣传内容 向广大民众强迫洗脑 抖音提供平台让用户上传各式短片 每日活跃用户达4亿人 近年成为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最爱 不过 抖音是公认的间谍软件 是中共的监控工具之一 日本 新西兰等国已陆续提出禁止抖音海外版 美国限时抖音海外版完成交易 否则禁止使用 印度更宣布停止使用包括抖音在内的上百种中国软件 2019年9月15日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援引分析说 抖音成为中共全球信息战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在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 中共一直以宣传与造假来掩盖真相 推脱责任 抖音即传播了大量官媒的短视频 或伪称美军代毒到武汉 或制作看似客观严谨的分析评论 向民众灌输夸大虚假的错误信息 比起抖音 微信是更危险的中共舆论武器 中国微信活跃人群约为10亿 涵盖互联网上的多数华人 2014年 中共公安部接管了微信后台服务器 同时封锁了所有国际社群媒体 让微信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网络社交选项 以至于海外华人只能通过微信与国内亲属联系 从而掉入了中共的舆论陷阱而不自知 谷语云 监听则明 偏信则暗 凡事要三思而行 盲从总带来危险 只听中共宣传的一面之词 怎么能正确判断是非对错 直言之 微信不可信 抖音是杂音 言论自由一向被视为基本人权 受到法律保障 更不容许他国政治力干涉 媒体可以有立场 但不能没有是非颠倒黑白 需并除妨碍自由论述的偏见 当今许多海外媒体被中共载质操弄 自甘沦为中共的喉舌 成为邪恶荼毒世人的帮凶 当今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策略 已经转向为全面击溃 只此正义与邪恶的交锋关头 各国应该提高警觉 防患于未然 立法机构及时修改相关法律 不能任由红色媒体 充当中共的传声筒 而对广大民众洗脑 所有海内外华人 更需认清中共花言巧语的炫目魅惑 找到公众媒体 聆听真相之音 重获思想自由 只有秉持良知与正义 斩断中共的洗脑和绑架 才能摆脱红魔邪灵的渗透与潜质 确保客观真实的乐听环境 控制其进行回忆 回忆 请和几代金 我们的endo